我们看到所谓的骨质疏松 我们也将最美好的食物 即将与白镜家人分享 我们了解到人类最可怕的 就是无吃无名了 所有的人类碰到最大的困难点 就是吃错食物 为什么会吃错食物呢 观念错误了 我们在武功之前的花絮 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现在所有人类 所有的碳水化物呢 其实它真正的本质就是糖 所以我们也被这些错误的观念 造成我们现在更多受害者了 所要的就是我们的胰岛素 已经形成不正常的分泌了 过多的分泌造成我们胃食道逆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吃饱饭就休息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没有达到分解 我们又补充更多的药物 让钙离脂无法分解的当中 让我们的胃酸产生不平衡了 造成我们的蛋白质 所有的营养 你怎么吃都没有办法 真正进入到身体了 再加上糖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 所以NOTCH3也是现在的文明病了 我们也透过在台东的永明佛式 我们常驻法师 并持着佛陀的教导 如何日中一时 佛是代表觉知觉醒 佛是集中在人类的观念 所以正确的观念 一定要从70%的观念 我本健康 我本喜乐 我本圆满 30%一定要透过 我们人间的阳光空气水 还要透过真正的运用食物 一天一餐有什么好处 168就像我们 如何真正的达到身体的饥饿素 让我们身体产生最好的能量 从ATP来启动 所有的饮食 还有我们的睡眠 运动 以及我们最重要的环境荷膜了 我们日中一时 让我们春分的时间 一定要早起 这个时间能够转换 我们一整天的 所有代谢停顿的时候 我们只有透过春分的时间 才能够代换了 所以正确的观念 才能够让我们 置身30%的物质世界 阳光空气水 睡眠运动 饮食 以及环境荷膜 重新架构了 所以我们祈愿呢 更多的骨质疏松 是来自以错误的观念 造成你一摔倒之后 整个人核心价值就失去了 所以我们重新架构 让我们正确的肌肉 不要激少症 就是一定要有什么 正确的吃 正确的运动 睡眠一定要早睡 所以我们早睡起来 早上才能够在三点的时分就起来了 所有的正确的观念 我们一定要重新打破 我们过去旧有的模式 造成现在所有的打针吃药 已经伤及到人类的灵魂了 灵魂是不生不灭 我们祈愿透过正确的观念 再次的能够创造 从我们世界的台湾 从我们这一刻自身做起 人体的机密 在自己观念正确创造十项世界 让我们的骨质 透过阳光空气水 正确的睡眠运动饮食 环境荷蒙重新架构 也期盼我们要正确的读书 读什么 读人体大张经 我们透过五共五序之前 让所有的食物了解到 垃圾食物是我们的饼干 所有的在做去 人工在家工作的 这些食物已经侵蚀到 比我们人类的大麻 以及吸的这些毒 这些毒品更严重了 所以我们人类不断的 在这个毒品当中受尽这些苦难的 也期盼我们如何将我们好的油 好的蛋白质 好的植化素 好的真正的阳光 来透过7脱进胆固城 也围堵要有正确的观念了 佛法不可失忆 觉知觉醒的方法 也就是细胞的第九位 阿弥陀佛 第十六位 本师释迦摩宁 其实都是一个文字般若了 期盼我们从今日五共的花絮 能够分享给十方大众 百敬家人 未来否重新架构 新天新地 在人类的观念开始启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